播放美军士兵从PG上摔下了又被遭到了这种屠杀 造成巨大的反战浪潮 也迫使了克林顿政府结束了在索马里的军事维和行动 那么实际上就通过这两个事件 美国政府已经得到了教训 那么在随后的战争中对媒体加强了这种监控 避免让他们制造恐慌 影响语论 当然这个事件披露是美联社 美联社是办官方的 那么他又收到了国防部长这种谴责 这种相互矛盾的信息就说明了美国主流社会 已经对这个阿富汗现场的现状已经表示不满 深层的它事实上是对阿富汗这个局势的走向的一种极大的焦虑 就像您说的可能这件事情本身反映的是 美国国内对于阿富汗战争的两种分歧 那么您觉得这个下一步会怎么样 好的 实际上是这个刚才很多网民在那个已经也表达了 现在实际上八年的阿富汗战争已经给美国人造成巨大的控扰 就是说这个战争到底打了什么时候 如何才能解决 是不是成为第二个越战 那么这样实际上是阿富汗政府现在面临这个控局 就是说苦战八年 进退两难 那么现在实际上阿富汗呢 你看就是说他从战事件上他已经超过了这个伊拉克战争 而伊拉克的局势呢是越来越好 阿富汗的局势却越来越糟 那么跟伊拉克还有不同的是 奥巴马政府已经安排了撤军计划 而这个阿富汗战争对他来说是一场必打战争 而且一定要打赢 并且在不断地向那边增兵 那么阿富汗战场呢是美国付出的巨大代价 他像一个巨大的坟场 迄今已经让美国这个丧失了739名士兵的生命 阿富汗也就像一个就是说无底洞 从2003年当时美国原作阿富汗这个美金只有10亿美元 到去年已经增加了93亿美元 阿富汗战争也像一个碎烧机 至今已经就消耗到了美国纳税人2230亿美元的这种巨额的资金 那么阿富汗现在呢 就是说塔利班本身的他不强大 但是现在他是原土重来 而且阿富汗的这个民主进程又处在非常艰难的时候 那么对奥巴马政府来讲不可能马上抛弃阿富汗 但他现在要回答一个明确的问题 阿富汗战场会不会成为他的第二个越战 那个越南战场阿富汗会不会成为他执政的一个滑铁路 好 谢谢马先生的分析 让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眼 看一眼非洲的齐里马扎罗的雪 这是今天媒体公布的非洲齐里马扎罗封顶的航拍图 齐里马扎罗封的之所以闻名下尔 是因为虽然他耸立在赤道边上 山顶却常年积雪 因而被称为赤道雪山 可是最近的这种奇观却有可能要和人类告别了 由于全球的气候变暖 齐里马扎罗山顶的冰雪融化的速度大大的加快 如果没有看清楚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再来看一遍 左边这张照片是1992年拍摄的 而右边同机位同角度的这张是2005年拍摄的 有环境专家指出 在过去的80年内冰川已经萎缩了80%以上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 齐里马扎罗山顶的冰雪有可能在2015年左右